哎呦 大家都在呀 啊 既然你们都在啊 我想问你们个事 你们说 借钱不还的人 是不是可恨 不是 是不是不要脸 不是 我就是来借钱的 哈哈哈 哎呦 那句话说得好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那我是真不还呢 那这人是我姐 没毛病找我姐 看看姐 姐姐 没在家 我有钥匙 嗯 没在家 我就在她家等她一会儿 喂 妹妹 哎别着急啊 手术一定会成功的 哎呦咱俩是老同学 你跟我还科你啥呢 哎呦 是不是我姐回来了 那十万块钱呢 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啊 咋得十万块钱 哎没事 这事了 我老公这边我会处理好的 哎呀啥事还瞒得我姐夫 你看你说啥呢亲爱的 咱俩都好多少年了啊 就这样啊拜拜 哎呀我姐这有事 可以 哎呦 participant 呢 这 我来 就 有事 mö 我姐 怎么看不着我呢 说吧 这回又借多少钱 说啥话呢姐 我是那种人吗 我就没有可能 是还钱来了吗 哪里 我不说了吗 没有可能 行 只要你不借钱就行 那更没有可能 不是你想干啥呀 姐我就来看你来了 我小弟出心了还能看我 你看我啥呀 看你这回能借我多钱 钥匙给我留下人出去 你看你就借我一千块钱呗 一分没有 现在这样呢 我这回我有正事 我对灯发誓 我要说假话灯灭我灯 姐我要是说假话灯亮我灯 哎呦妈呀姐呀 你就防止我发誓 你就按一个遥控当你 我就是不相信你了吗 不是你跟姐说说来 你用一千块钱 你到底能干啥 姐我用一千块钱 我投资啊 我有个朋友开发商 在内蒙那边盖楼呢 我就入股 只要资金到位 立马就封我一套海景房 差一千块钱 在内蒙大草原盖楼 还分你一套海景房 老弟啊 草景房吧 不是你能不能说实话 姐呀 我给你说实话吧 其实 是我另一个朋友 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病 现在急需自流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你最好的朋友谁呀 大黑 大黑 那不仅是你的朋友吧 那还是我们全人类的朋友啊 姐 你不懂 他病得老严重了 哗哗掉毛啊 那掉毛的话 治病也得给你先治啊 你比他掉的邪乎呀 别呀 我就来管你借一千块钱 至于你这么咳嗽我吗 我等我姐夫 小孩 你等你姐夫 你姐夫能借你钱呢 就你姐夫那小扣样 你知道不啊 就那天三公里的路程 就为了省一块钱 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妈呀 那不是小扣 他好像有点二 他是跟出租车跑回来 是不是能省八块 不是你别找没用的啊 你跟姐说说 你要钱到底干啥 说 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咱们爸不耍你双铁棍吗 啊 咋了 我行我也玩玩 我就给他拿过来 我就给他玩了 呼呼哈 嘿呼呼哈 嘿啊 就玩了 我手没拿就棍子飞出来 那鱼缸 就给砸碎了 你说啥玩意 哦 不是故意的 那可是我给爸买的鱼缸啊 你还撑我借钱